好了,今天又是和主的旅程 因为上次主耶稣在十五章的故事 十分长,所以要分两次说 这个就是一个故事 其实是一个比喻 上次提到他用了三个比喻 去表达十五章的头两节 用了一个失羊的比喻 然后逆了一百只不见了一只 另一个就是一个失钱的故事 十个不见了一个 现在去到不是失钱的故事 而是失儿子的比喻 这就是两个儿子不见了一个 好了,大家细心听究竟是不见了哪个儿子 好了,要提一提 十五章的头那两节 真是发人心醒 这个大家尽量听,听得入耳就听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他说 有些人就靠近耶稣听到 而且路加说他们是罪人 另外一种就是 宗教领袖 认识圣经 认识圣经 就是被其他人看起来 都更健全的信徒 他们就批评耶稣 就是一个就听,一个就谈 所以 不用问阿桂了 你谈人的 就是别人说你都不会听的 因为你的心已经谈别人了 所以 最主要就是 你有个这样的心 别人跟你说都是听不入耳的 所以上次提醒大家 就是对一些 就算你不看圣经 不信上帝的 都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 听多些 不要 心罵别人 其实心出问题 影响身体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读一读给大家听 这个也挺长的 但是这个故事就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 是很出名的 所以 听一下无妨 是不是 虽然长一点 或者我也是简略地过去 因为读完可能很长时间 好了 耶稣 好了 继续讲了 讲了两句比喻 最后的比喻 就是说 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这个小儿子就跟他父亲说 老爸老爸 你将可应得的家产分给我 这样 这个老爸 就将家产分给他 预先分给他 过了没几天 那个小孩 就将他收拾 去了远方 还是淫意放荡 浪费之财 这个是敗家仔 哈哈哈哈 那便花了些钱 又遇上大饥荒 那便死了 那便便贫穷 便起来了 那便 走去投靠 有个地方有个人 那个人便打法去看猪 是的 那便 他真的饿得不得了 连猪的猪哨都拿来吃 唉 真的 突然间 他醒悟过来 他说 喂 我老爸有这么多故宫 口粮又有多 是的 为什么我在这里 情愿饿死呢 还是不要了 还是回去找老爸 好一点 哈哈 就跟他说 哎呀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你 做你的儿子 不如我做你的故宫吧 他就真的发人心醒了 于是便起来了 便回家 找回他老爸 还是远远 都未回来 他老爸已经动了磁心 跑去 抱着他 还要疼他 疼他 有吃过猪哨的嘴 对了 那儿子就说回这番说话 哎呀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就不配做你的儿子了 父亲就 吩咐仆人 把上好的袍子 被他穿上 把戒指 他戴在手上 把鞋子穿上 原来像乞衣 好了 把肥牛 把肥牛 劏了他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的儿子 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 他们就起来快乐 那时 大儿子 因为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 在田里工作 就回来 在离家不远的时候 已经听见那些人 在开派对 就问他 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他就说 喂 你个弟弟回来了 你个父亲 因为他 无灾无病 回来 就 劏了一只牛 开派对 大儿子 就生气 哇 不肯进去 为什么 他父亲 就起来劝他 他就对 大儿子 对父亲 说 喂 我服侍了你 那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羊羊羔 叫我和我的朋友开派对 但是你呢 就因为这个儿子又嫖娼 又吞进你的家产 他回来之后 你反而和他割了一只牛 开派对 父亲就跟他说 哎呀 儿子 你时时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是的 但是你这个儿子又不是 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 是不是应该理所当然地快乐呢 故事说完 OK 圣经这些字 我不是直接读的 不过大概知道意思 好了 究竟哪个儿子是浪子 浪子呢 不是浪子回头 谁是浪子 即是失去了的儿子 一百只羊 不见了一只 十块钱 不见了一个 这些叫做钱财身外物 是不是 那些是身外物 但是两个儿子不见了一个 心痛的 是啊 心痛的 所以呢 反而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 就是说 究竟上帝 想找到哪个失去的儿子 是小的 还是大的 不是小的 哈哈 哈哈 那么奇怪 是啊 简略一点 将有几点 重点带给大家听 先看看 那些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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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傻子 一夜便花了些钱 一定是什么 不过这样 他十七节的时候 他醒悟 这个醒悟 老实说 有多少人 年纪这么大 都是执迷不悟的呢 啊 很多的 但是起码这个儿子 都不用过了很久 因为圣经都说 不用过很久 他就已经搞到一身矮了 是啊 那他才醒悟过来 醒悟吧 好 醒悟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是啊 你的心里面有什么结也好 你都要尝试想一想 醒悟 是啊 如何才有醒悟呢 就是记住啊 这个是比喻 这个是故事 主耶稣是说给那些 愿意听他说话的人 听的 就是缓之 那些人在听道的时候 就醒悟过来了 所以 听道是重要的 尤其是听我讲圣经 都重要 哈哈哈哈 好了 醒悟一下 好 希望这段经文 对大家有些醒悟的作用 好 先醒悟 第二 有人发现 他的悔过 这个很明显是悔过 悔过 就是什么呢 他说 很明显他得罪了他父亲的 但是他说多了一句 他说得罪了天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醒悟 就发现 他原来不是在 钱财上 他觉得得罪父亲的 大儿子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看这个小孩的 看他的小孩 但是这个小孩 说多了一句 他说得罪了天 因为天理 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配做一个人 他儿子我都不配了 已经 因为他看得更深一层次 就是说他的心底 原来我当我父亲是提款机 他醒悟了我 他不觉得原来父母 原来父母不是提款机 不是一定要照顾你的长辈 很多小孩 还坏了那些 就当父母是工人 是不是 所以 他已经明白了 我不应该对待我的父母是这样的 所以他已经知道他得罪了天 就是得罪了他的天性 就是说 我是一个人 我连 儿子都不如 我情愿做你的工人罢了 这就是一个很深切的反省 对了 反过来 当然子女和父母 就是天生的 你和其他朋友或者同事也好 是不是只是得罪同事 就代表只是一个同事的关系 还是有没有得罪了天 或者是我们的天性 所以这是一个深切的反省 希望 听完这篇道 大家想想 会不会自己 除了得罪了人 有没有得罪了天 OK 好 当然了 他继续了 还有一样 在这个反省里面 其实就反映了基督教一些真理 就是什么呢 其实真正的罪 不是得罪老爸的罪 得罪了天的罪才是罪 对了 得罪老爸的罪是可以遥述的 但是得罪了天 就没得遥述的 但是 但是 上帝有恩典 恩典就是什么呢 对了 你都明知道 你得罪了上帝 代表你得罪了天性 你没有了天性 你就不再是上帝的儿女了 对了 所以 那个儿子是用故宫来代表自己的 所以 罪的公价就是失去了 上帝儿子的身份 亦都失去了父的爱 因为你已经远离了上帝 上帝想救你 想救你也救不了 因为你也不肯听 上帝不是故意罚你的 是你不肯听上帝自己搞到一窩足 上帝永远 你一回头回去 上帝一定会回头抱着你 让你戴好 让你回复你的天性 这个就是福音 为什么要听道的原因就是 你明白了 那你就回去问上帝 上帝一定帮你 你信不信他也好 你知不知道他是你老爸也好 总之你问他 他一定回答你 我肯定 最多是你不听的 好 好 再来 好了 那大家开派对 大家开心 啊 为什么大儿子 就是我的大儿子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老实说 大家都明白 这些大儿子 哇 我这么乖 天天在家做事 又帮忙 你都没有怎么回报我 为什么我这么坏的弟弟 你竟然这样对他 他就妒忌 这个大儿子 就是谁呢 就是那些 宗教领袖 其实这里的大儿子 就是之前想去谋杀耶稣 批评耶稣那些人 这些就是大儿子 反而小儿子 他有悔过 他明白 反而他 他失败过一次 他醒悟过来 反而得救 而大儿子 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到他和父亲的对答 你就明白 咦 原来那大儿子 是生气的 老爸 哇 大件事 原来 那些法律 是赛人 一路上帝都有恩典给他们 原来他们 英文叫做 ticket for granted 中文叫做什么呢 等于 似着自己是儿子 父母亲爱你 有恃无恐 就放置自己是儿子 就放置自己 就放置父母是工人扮 用这些心腸 和父母这样说 就是发脾气 这些就是宗教领袖和上帝的关系 但是你记住 其实我说这么多 这些宗教领袖 到最后 是想耶稣也想聚集 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们 这个比喻 很明显将上帝的心腸 表露无遗 其实真正的大儿子 就是那些要杀耶稣那些人 如果大家 有上帝这样的爱法 或者像主耶稣那样 爱他的敌人的话 第一 这个就是上帝 神的儿子的特征 当然 我没有太多敌人 我已经遥恕了 所有我知道我要遥恕的 我都记得我都遥恕了 不是只不记得 我还要遥恕他们 我没有试过有一个想谋杀我的 我要遥恕他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 如果你在上网找 是有这样的人 不过 感谢主 我不用咬这一瓶 但是主耶稣 就咬这一瓶 所以 他绝对是我的偶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家打死你 你都要爱他 爱到这样 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爱 只有一样的人才会出现 是你父母才会这样做 你普通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 你很肯定 我很肯定告诉你 就算你不信上帝也好 上帝一样当你是子女的 是的 信不信主呢 重点就是 上帝永远认你是他儿子 但是你认不认他做父亲 这个就是 所谓 是信不信主的决定 你究竟认不认他做父亲 就算他保住你也好 你可能已经知道 有东西在保护你 或者上帝 你未必是用上帝去称呼他 但是 究竟我们愿不愿意 认他做父亲呢 这个就是 这个 浪子回头 的一个比喻 好了 最后一句 就当你不信圣经 又不信上帝 又不信上帝 那对一些 不信上帝的人 有什么学习呢 学习很简单 但 其实真正不见了的儿子 不是走了那个 是留在你身边的 才是你失去的儿子 啊 那么奇怪 喂 喂 喂 他在我身边的 他没有走过 是啊 虽然他和你这么接近 但是 他的心 远离 远离你 所以呢 所以呢 主要在这里说 浪子 是心 远离了 这件事 那当然 在这里就是父子的关系 是的 但是 亦都可以 融在夫妻关系 亦都可以 放在 放在 我们的兄弟姊妹身边 就算那个很亲密的 遮掠路 都和你住在一起的 兄弟姊妹 可以不同心 心 远离十万八千里 啊 啊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 可以怎么做呢 喏 其实要学习 那个真的 走了出去 离家出走的儿子 那个儿子 那个儿子学了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悔过 醒悟 是的 他怎样 何来会醒悟呢 因为他靠近耶稣 听到 哈哈哈哈 就是这么简单的 是的 希望 我少少 帮助 将这段经文 重现给大家看 希望 等大家 一样 会不会 有些醒悟过来 是的 接受主耶稣就救主 肯认上帝做老爸 哈哈哈哈 那你认他做老爸 那就是什么 你认自己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女 哇 无上光荣 是的 你认不认他 他都顾你的 最多就是你不听他说的 是的 他不会弄鬼你的 永远都不会弄鬼你 是的 所以 你可以放心 相信这个上帝 因为他永远爱你的 天然爱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老爸 哈哈哈哈 真的这么简单 不是福音 绝对是福音 OK 好 下次再见 拜拜